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呢 这个是基测90年第二次的有一个参考题本 里面呢也有一题类似细菌分裂的题目 它说呢有三个细胞进行细胞分裂 第一次分裂以后呢有六个细胞 三变成六变两倍 第二次分裂呢有12个 还是变两倍 第三次分裂12乘以2等于24 依照这个规则 什么规则呢也就是说呢 每一次分裂的细胞数都是前一次的两倍 不断的分裂 如果呢在分裂的过程中呢细胞都没有坏死 而且呢全部都按照这个规则 请问第八次分裂以后 比第八次分裂前 所谓的第八次分裂前就是第七次分裂完 增加多少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有三个细胞 还没分裂一开始 有三个细胞 好第一次分裂 三乘以二的一次方 三乘以二 第二次分裂 再变成前面的两倍 三乘以二乘以二 也就是变成三乘以二的二次方 第三次分裂 三乘以二乘以二 再乘以二 所以变成三乘以二的三次方 点点点 第七次分裂 根据这个规则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分裂一次就变成二的一次方 分裂两次就变成二的二次方 分裂三次就变成二的三次方 那分裂七次呢 就乘上二的七次方 那这个算出来看等于多少 三乘以二的七次方 三乘以二的七次方 叫做一二八 所以三乘以一二八是多少呢 三百八十四 脂细菌细胞 那我们再看 第八次分裂呢 这个叫做三乘以二的八次方 也就是三百八十四 再乘以两倍 变成七百六十八支 那他说第八次分裂以后 比第八次分裂前 事实上就是 这两个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那很简单 就把七百六十八 减掉三百八十四 答案就是三百八十四 所以这一题选 选B 这一个选项 就算是两百八十四 这一题是转换了 最后一题是转换了 下转换了